祝日子有那些生活 又有那些馒头 去年九月央视秋晚 Angela Baby与黄晓明同台却不同框 相近如宾 传出两人婚变消息 种种迹象露出端倪 连儿子三岁生日也不见黄晓明身影 Baby17号播出 儿子小海绵和咸蛋超人合照 但这场生日派对却不见老公黄晓明 而且黄晓明隔了一天 18号才转发颇文 永远做你的奥特曼 慢半拍举动再度引发外界猜测 虽然有粉丝怀疑超人由黄晓明扮演 但实际上咸蛋超人是请专人装扮 当你到最后你会发现 这世界上很多的东西都是会变的 日前黄晓明接受访问 透露所有感情都会变一番话 让人联想和baby的婚姻 是否已走到尽头 友情还是同事情还是什么东西 可能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的转弹 但能够走到最后的都是亲情 最近受访只要谈到老婆 黄晓明始终无正面回应 如今连儿子小海绵生日也都缺席 这对荧幕夫妻党 究竟是离 还适合引发网友议论纷纷 解释重礼于海恩综合报导